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炸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豆瓣炒雪菜 现在都吃长豆的时候了 提前半小时我已经把外面的壳先剥了一层 接下来再剥第二层壳 现在我把第二层的壳已经处理干净了 接下来准备辅料 现在煮料辅料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把长豆焯一下水 水开了加点油 保持长豆的颜色不变 下了长豆煮两分钟就可以 现在季节的长豆比较嫩 容易熟捞出 过一下凉水 主要保持它的颜色不变 现在可以捞出来了 锅热加油 油温烧到三层了 下楼蒜瓣 煸出香味 下楼雪菜 翻炒 把豆瓣放下 加一点点糖 一勺鸡精 一勺鸡精 今天一道豆瓣炒雪菜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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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